这个法门 智劫 智劫到极处 接受快速 八万四千法门 唯独这个法门 可以一生成就 智劲 这个劲就是超近路 最直接的法门 最快速的法门 前面我们读到过 最稳当的法门 最容易的法门 而且是成就最高的法门 真难得了 我们这一生遇到了 遇到要不能把它把握到 那这一生空过了 就太可惜了 释出世间一切法 只有做佛是真的 只有做佛是最究竟 最圆满的 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 黄年老就是为我们做详细的讲解 难得了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才知道佛恩之大 才知道下连老的会计 黄年所的诸解 无比的殊胜 可贵也 我们才知恩 报恩 不知道恩 他不会报恩 知恩肯定 报恩了 那我们今天知道了 怎么报恩 一交奉献 决定 往生进度 就真报恩了 下面接着说 又 称明之法 就是念佛的方法 刚才我们讲的 阴光大四这个方法 这方法好 不择心 不简难 贫富贵尽 通通都可以修 人人都能成就 只要你肯修 你就能成就 功寻不可思议 故知此经所示 那世纪至广之法 射受众生 最广大 遍法界 虚空界 一切祝福 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 只要是遇到了 真感 真信 法愿求生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那有没有机会遇到呢 我相信肯定 为什么呢 摄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都替阿弥陀佛宣传 你看 这一次 释迦牟尼佛出世 为我们讲 阿弥陀金 讲无量寿金 讲观无量寿佛金 这三天 专门介绍 极乐世界 介绍阿弥陀佛 而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是很多很多次 常常讲 讲其他的经历生 只讲一遍 没讲第二遍 唯独讲这个经历生 多次的宣讲 唯恐 漠视众生了 遇不到这个机缘了 所以多次宣讲 弥陀金上说的很好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应运 得僧必顾 善根 是能信 能解 能听得懂 福德是真干 真肯也福 这个人又福了 缘是缘分 我们遇到的 的人生 第一个缘分 闻佛法 第二个缘分 佛法当中 闻大臣 又闻到 阿弥陀金 尽宗法门 这个缘分是圆满的 只要能信能愿 你这一生 就能听就 好